公民记者、朱水文由中华民国社舰协会主办,及花莲县立玉里国民中学、大人科技大学、国立中正大学等协办, 2018亚加达亚洲运动会代表队选拔赛第一场于2017年12月16-18日在花莲县玉里国小永昌分校举行。 共有男选手98人、女选手62人共160人参加选拔,最后选出16人代表我国参加比赛。 透过射箭的身心训练,让学生能得到生理、心理双方面的均衡发展,更是稳定心性、冷静思考的良好训练。 除此之外,品德教育更是射箭教育的重心,从日常生活与练习过程中锻炼出懂礼貌、守规范、团体合作的美德。 第一场,依据中华民国射箭协会2017年度全国排名,反驱工为排名赛前48名及高中组、公开组、大专组个人对抗赛或前三名者,为排名赛前18名及高中组、公开组、大专组个人对抗赛或第一名者,的取得参选资格。 为取得参资资格者,的佼佼保证金星台币3000元整取得参资资格,若选拔结果顺利取得进入第二场选拔赛,则得已退费。 第二场,2018年01月07-09日,大人科技大学。 依据第一场选拔赛积分排名,反驱工男,女前16名,复合工男,女前8名,取得参加第二场选拔赛资格。 若选手应故弃权,需于第二场选拔赛,赛前一周提出,无故为参赛者取消下年度全国排名资格,并依成绩依序逮捕选手参赛。 第三场,2018年01月22-24日,国立中正大学。 据第二场选拔赛积分排名,反驱工男,女前8名,复合工男,女前8名,取得参加第三场选拔赛资格。 若选手应故弃权,需于第三场选拔赛,赛前一周提出,无故为参赛者取消下年度全国排名资格,并依成绩依序逮捕逮捕选手参赛。 竞赛制度,依据三场选拔赛之场积分加总,并另外加上第二场及第三场之红利积分,选出反驱工男,女前4名,及复合工男,女前4名,共计16名选手为2018年印尼亚运射箭代表队选手。 竞赛制度,依据三场选手。